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被骗钱款能否追回 犯罪嫌疑人何时回答 敬请收看生活早参考 骗局后的谎言 李丽家住河北省百乡县 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和年幼的女儿一起度过的 而那天一个电话打破了这看似宁静安逸的生活 对方言辞嚣张 声称是受李丽仇家的雇佣来对李丽一家实时报复的 出人意料的是 对方竟然能够清楚地说出李丽的家庭住址 这顿时让李丽紧张起来 这人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职业杀手 她决定稀释宁人 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 三天时间已经给对方汇去了七千元钱 遇到这样的事李丽无可奈何 但事情就能够就此了结吗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那人第三次打来电话要钱 称之前给的钱不够 事情没有办法摆平 并继续口出狂言 威胁李丽 有两三个小时吧 他又打电话 他说 不行 你这个钱不够 他说我们好像已经到我们这个地方了 好几个人开了车过来了 你必须要给我钱 不够钱的话 我马上就怎么样了 他说你谁也别说 还是嘱咐我谁也别说 说的话就怎么怎么样啊 他说我们什么神通广大的什么样 什么事情都能办到的 而且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啊 就是那种杀人不察言的那种那样子 都说得我特别恐怖 特别害怕 此时的李丽已经完全被对方极具恐吓性的言语所震慑 这次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总共五万三千元 一并汇入了对方账户 几天之内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六万元钱 就这样落入了别人囊中 李丽越发觉得 这事儿不对劲 于是这才打电话 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 我老公说 他说你上当了 你这个你是被他们骗死 我这么糊涂啊 你怎么这么笨啊 还要这样说我啊 李丽居住的百香县地处河北省 是一个人均月收入一千两百元左右的小县城 在这里发生了涉案金额达六万元的诈骗案 确实有些令人惊讶 这些案件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 百香县公安局即刻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进行调查 受害人没能在第一时间报案 已经遗误了战机 当务之急 就是要迅速确定调查方向 此时如果不及时行动 很可能让犯罪嫌疑人逃脱发亡 民警从银行提供的信息中得知 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银行卡开户地在云南 而他使用的两个号码归属地 一个是长沙 另一个却在哈尔滨 这次诈骗得逞之后 两部电话都已关机 狡猾的骗子到底藏身于哈尔滨还是长沙呢 这成了民警们讨论的焦点 就在这时 李立又告诉民警 之前为了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了解情况 弄清到底是谁想要对他实施报复 他曾向犯罪嫌疑人要了一个QQ号 这一线索的出现给了民警们很大的帮助 这个QQ号 这条街上得上沙 应该重点 再给人家帮上沙 还是别在这儿话 这个赛程方向需要 需要位置 究竟不知道是机器 是不是太活 现在不好吃吗 不能关开多多多 民警顺着这条线索奔赴长沙 民警到达长沙后 很快了解到两件事情 第一 犯罪嫌疑人在收到受害人汇来的六万元钱之后 就立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将钱分别转入了另外几张银行卡中 第二 犯罪嫌疑人用其中一张银行卡在长沙取过钱 从中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骗局 犯罪嫌疑人手法熟练 在得手之后 立刻把钱转走 并放弃行骗时使用的联络方式 从此混入茫茫人才之中 这让办案的侦察员如何寻找呢 侦察员认为 应该从这笔钱的取款人身上入手 银行提供的信息显示 犯罪嫌疑人在收到钱的当天 就把钱转入了其他账户 根据以往侦破诈骗案件的经验来看 可以试图通过银行账号掌握被骗资金的去向 从而追查到相同的取款人 但侦察员在调取这几张银行卡的全部信息之后发现 他们的开卡地点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 由于这次案件涉及的银行卡开卡地散落在全国各地 为了调查这些银行卡的账户信息 民警们大面积撒谎 展开了大范围的调查 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发现 这些涉案银行卡全部是由犯罪嫌疑人花钱 从他人那里购买得到的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通过银行卡账户信息 找出骗局幕后真凶的可能性 调查工作无功而返 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个身影 清清楚楚的呈现在眼前 但他依然潜伏在某个角落 在偌大的城市中 要想找到这个有意隐蔽起来的人 谈何容易 调查工作遭遇瓶颈 侦察员们只能无奈的从长沙撤回百乡县 侦察陷入了僵局 在和犯罪嫌疑人的周旋中 警方还处于被动状态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民警们意识到 应该调整调查方向 仅仅想要通过资金流向 找到犯罪嫌疑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警们改变思路 继续搜索线索 他们试着在网上搜索李立 提供的犯罪嫌疑人手机号码 看看能否找到相关信息 搜索的结果 让民警们有了新的发现 在网络上发布的一些小广告中 民警发现了骗子使用过的 这两个电话号码 李立之前在向警方报案时曾经说过 对方打了电话说 有人要对他进行报复 难道真的有人要报复李立吗 侦察员希望能从受害人李立那里 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警方对李立一家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一番细致疏理 发现李立夫妻两人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可又是谁想要报复他一家呢 不知道啥情况 另外一来 你真把这 真把这家人杀了 或者是伤害了 自家公安基本上是职啊 是吧 顾雄也起顾雄那就报复 要达到一定的这个 这个抽搐一下 这种行李达到一定程度才行 但是猫队 击划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没有 刚从小号 丈夫是外界的 假情有特殊毛的 经过调查和推测 警方依然无法掌握案件之中隐藏的细节 有些侦察员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案件的真实 人家这个大广告的 人家就是干这会儿的 啥十块号 提醒这个网图外号 他应该是给人家联系 当然他有这个项目 当然他整个事不了 他没说事情 当时他对他有点怀疑 确实是有点怀疑 他怀疑是不是这个女类 有可能是他罢伙病 给了人家这么多事 但侦察员们相信 只要找到给李丽打电话的那个人 就有可能进一步查出那个隐藏在幕后的神秘 根据经验判断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成功之后尝到甜头 一般还会继续作案 那么如果此时不尽快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就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专案组最终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关注涉案银行卡资金流向 希望可以找到取款人 另一路则密切注意犯罪嫌疑人 在网上发布的小广告 在当时没其他好份 真是用笨办法 就是当时在那个互联网上 他发这个帖子 就是把没割两天吧 不是没钱 割两天把他所有这些的流来一点 他是非常有回律的 他就是依着成为一种职业来 整个就是拿这个骗刃作为某种一种手段 在对小广告进行筛选之后 细心的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虽极为狡猾 但还是露出了破绽 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名叫 王敏的吴南长沙级男子 与此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得了线索 受害人的六万元钱 分别在长沙多家银行的ATM机上被取 结合这两条线索 民警再次前往长沙 对这个叫王敏的人做进一步调查 掌握了犯罪嫌疑人 王敏的行动规律和藏匿位置之后 警方断定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一会儿没力量 在B2收着 再上上去 在这间出公屋内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王敏 王存浪抓捕 警方在他们的房间内找到大量作案工具 包括电脑 银行卡 身份证等 王敏让哥哥王存浪在网上搜集资料 同时发布小广告 推广自己的业 哥哥王存浪负责发帖打广告 弟弟王敏负责联系业务 而王敏的作案动机 竟源于一次自己受骗的经历 这是一个网络游戏 我早没人买装备 然后买一套装备作案钱 我把钱费给他了 结果还骗了 这次上当受骗 让王敏觉得自己吃了亏 心里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他打起了歪主意 靠骗别人 把被骗的钱赚回来 说买迷药啊这些 买什么药 迷药 其实不是假的 只是打个谎 骗别人家 王敏发现 总会有心怀鬼胎的人 对他的业务感兴趣 找他买迷药 催他去报复别人 名字 照片 电话 然后还这个使用的号码 我拿这些资料 当时给我划回来 我就看了一眼 然后我就放 只要收到这些人会来的定金 王敏立刻将手机号码废弃 将对方QQ号放进黑名单 然后去ATM机上取出骗来的钱 他认为 这些找他办事的人 心里都打着鬼主意 做的也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因此自己的安全应该有保障 这个记得签啊 他也不会帮来 所以白了也不会帮来 我想他自己换话 为什么还不安 骗子被捉拿归案 算是打了一场胜仗 可就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 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内幕 让民警们大吃一惊 审讯过程爆出惊人内幕 他说我们这日子过不下去 嫌我们再紧 骗局受害者 这一段真是有点黑意外 案情突转出人意料 骗局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幕 敬请收看生活早参考 骗局后的谎言 犯罪嫌疑人王敏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当王敏将他对李力实施 诈骗了详细经过河盘拖出之后 得到的结果 却令民警们始料未及 他说他老公对他不好 然后每天欺负他之类的 后来他说这日子过不下去 嫌我们把他解决 是吧他就把他到业内 就是说他不求报复 是不是 报复他丈夫 你这不可思议啊 他这个事 这一段真是有点忒一碗 没想到 你们两头子脱个架 你们多大红豆 这与李力报案时的描述 存在很大的出入 看来在这个骗局的背后 还隐藏了一个谎言 事情难道真的如王敏所说 民警立刻找来李力询问情况 与民警谈起自己的婚姻生活时 李力可谓是满腹苦水 李力与自己的丈夫 在2006年相识之后坠入爱河 经过三年的恋爱 两人联取了结婚证 丈夫比她大七岁 也因此对李力关怀体贴 同爱有加 虽然因为工作原因 两人长期分居两地 但这并没有削弱李力 对未来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对于李力丈夫来说 两人聚少离多 妻子难免对自己产生依恋 这也让作为丈夫的她 感到欣慰和满足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力丈夫慢慢地发现 妻子的依赖发生了转变 那种依赖变为了 变成一种控制 对我要说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了 几个例子说吧 我的办公室做了 她要让我把窟窟打开 把话筒打开 把视频打开 为了能让妻子安心 李力丈夫一有空就回家陪伴妻子 可让她失望的是 自己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妻子的理解和改变 相反 妻子李力对她的控制开始变本加厉 她想回他们老家生活 然后她说让我跟她一起去那边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离开我们家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矛盾 她已经不认我的父母了 不认我那个家庭 她曾经说 就是你要控制我的什么地步呢 就是处子和我和我那家断绝关系 所以说这个冒矛盾呢 就很尊重的矛盾 永远不可能调和白的吧 李力说两人结婚以后 每天都会因为这些生活琐事 吵得不可开交 恋爱式的甜蜜荡然无存 这种状态持续到2009年的一天 李力的丈夫第一次动手打了她 其实像这种家庭暴力的话 她如果是第一次动手之后 以后会越来越严重 稍微有点不容易 她就非常兴起 情绪特别差 然后就会摔东西啊 会动手啊 那当时你打了她了吗 当时时间太长了 我也不愿意记忆这些沉冰的事情 我不会想大事小事啊 一正躺就会 她并不是 她说她要发泄了 她觉得她要发泄了 就她发泄了 她觉得她心里发泄之后 她就觉得她舒服一点了 她就这样说的 令李力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深爱的丈夫 如今竟然对自己使用暴力 而且出手越来越狠 那她就穿上那头 要抢上你 我当时整个眼睛 全都眼睛都全部冒 冒那火花那样子的 我能把她打了一种伤残吗 如果我能把她打了伤残的话 我想她那家里也不会放过我吧 她只要不打我的时候 我都不狠狠 那一瞬天特别狠狠 然后过去之后 我觉得还是喜欢她的 那样子 没有说真正的去恨她 爱恨的纠结和家庭暴力 让李力难以承受 她选择了报警 这是2013年的报警 当时报称 有人在其家中吃刀闹事 当时是称关派出所 和巡警大队出的警 迷警 那次就是为离婚的事 我说不行 我说不用 要不你就去法院起诉吧 还不现在孩子没有一周岁 也不能起诉 其实她的目的可能就是想离婚 但我确实不想 李力认为丈夫的这些举动都是借口 她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要离开这里 回到自己南方的老家去 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 非但没能让丈夫回心转移 换来的反倒是对方的拳脚相加 李力不甘心 于是她想找人教训教训自己的丈夫 帮自己出出气 从那以后 李力开始关注网上发布的寻仇小广告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李力看到了网民的广告 并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当时的李力对丈夫的恨达到了顶点 她毫不犹豫地把家庭住址 丈夫的照片手机号码发给了对方 并汇去了两千元定金 别的也就一百块钱一百块钱 这个人我都一想不到 他会真的烂文如实地把这些钱打回来了 后来这个女人后回来 就不想再报复自己的账户 我说我要不要钱 你们钱了也别来了 他不行 不一不一不一不行 我说反正已经给你安排人过去了 口罩是用说的 他又真的安排人过去了 王敏吓唬李力说 派去的人已经到了他家附近 李力怕事情闹大 又给王敏汇去了五千元现金 后来过了一会儿 他说又要办 然后我就图这个技巧 我说你一下办一下不办 你到底办不办 你不办就这事就这么了的 你办的话 你就必须把钱全部交了 后来又把这个钱交过来 就这样 李力把六万元钱汇到了王敏指定的账户上 当他再给王敏打电话时 却再也没人接听了 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李力也不甘心 于是向警方报了案 尽管李力极力为刺激的行为辩解 但侦察员在调查中还是发现了一些证据 通过李力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出 在李力与王敏的多次通话中 大多都是由李力的行动给对方打过去的 这些证据证明了王敏的动作 虽然李力的丈夫对妻子的冲动行为表示明确 但李力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考虑到李力的女儿上处在557 警方决定先对李力实施监视居住 一个看似普通的电话诈骗 实际上是受害人心术不正 动了邪念才最终导致上当受骗了 那么王教授 我们能从真相令人有些意外的结局当中 能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教训吗 这实际上是一个假案 这个李力他是到公安机关去报了假案 报假案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说我被犯罪分子敲诈了 实际上不是 是他雇了犯罪分子要去修理修理他丈夫 这样反而让这些个犯罪嫌疑人 抓住了他的把柄 一步一步的敲诈 本来他应该是向公安机关 如实的把这个情况讲清楚 公安机关能帮助他的 结果他报了一个假案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事先的防范是一切都按规矩办 苍蝇不丁无缝的办 对吧 那么你要修理你丈夫 这本身你自己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在前 然后那些犯罪嫌疑人 这个团伙就会根据这一点来敲诈勒索你 一步一步的勒紧你脖子上的这个小船 这是第一步 一切都按规矩办 苍蝇不丁无缝的办 第二步不要刷小聪明 是吧 你以为我刷个小聪明 让公安机关还能不识破你这点小诡计吗 公安机关一定能识破你自己做的123这个小算法 所以一切都按法律办 这是这个案子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启示 好 谢谢王教授 一切都按规矩办 苍蝇不丁无缝的办 有一部分骗子抓住人们内心的阴暗面进行诱骗 他们往往利用人性中的弱点 比如说贪婪 懒惰 侥幸心理等等来吓炮 当人们发现自己上当之后 就清楚受骗的原因并不光彩 所以一般会放弃通过正当途径来追回自己的损失 这恰恰让这类骗子屡识不爽 在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言语律解的同时 也要奉劝那些相爱的人们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选择用极端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否则那后果也许更加难以承担 好了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生活长安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